最近呢 在中国的这个扬州呢 发生了一个事件呢 令人深思 议论纷纷啊 因为在这个公共汽车上呢 有一位女孩赶着去扬州当地的一个 动漫展呢 就去穿了这个 漫画中的这个服装 中国人管的叫cosplay 就在公共汽车上 结果遭到了一名老大爷的 谩骂和羞辱 老大爷说这个女孩是 有人生没人养 没人管教神经病啊 人家穿cosplay也关你差事 对对我记得我第一次看cosplay 我了解了cosplay这个词是 看这个家的恩赐方里面 这个叫啥呢 这个齐齐殿下穿了一身 这个火影忍者里面 这个左左左左 前之柱的这个衣服啊 一个一身忍者 然后背了一个大葫芦 然后他去看那个 他的这个表哥薛扬 我真的是搞笑 而且本身这个 这个女孩这个演员 就非常的漂亮 而且穿上就是说非常动人 我觉得cosplay是一个中国年轻人 就是展示自己美丽的一个方式 完全不应该进行挑衅和羞辱 女孩穿上这些cosplay多漂亮啊 对不对 为什么要去去打击人家 去羞辱人家 穿的性感点不好吗 对不对 你本身你保了眼服 你还在那里装味道士和 和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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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伪君子还骂人家 什么说人家有爹娘生 你他妈神经病啊 我跟你说 所以这句话说的对的 中国有些老人 对不对 你妈的闲事管的太多 对不对 真的是不是老人变坏了 是坏人变老了 这帮人本身就是人渣 对不对 结果看人家女孩子 穿的穿的漂亮 自己多看两眼 被人家可能是被人家厌恶了 就开始骂人家 顶你个废 就跟那些在汽车上 或者就是公共汽车上地铁上 叫别人年轻的女孩给他让座 不让座就一屁股 坐在别人女孩身上一样 丢人现眼顶你个废啊 所以你看最近在这个上海的 这个动漫展的门口 因为一位老大爷呢 因为体力不支呢 昏倒了 结果一位身着cosplay的 这么一位女孩呢 就是好心的女孩 居然当场予以施以救治 让这位老人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这就是年轻人 对不对 的这个助人为乐 救死扶桑的精神 他也穿着cosplay cosplay绝不是奇装异服 我觉得cosplay比中国的汉服还要好看 顶你个废很尬残 真的 允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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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